昨天晚上有两只全身被涂满了油漆的小猫咪的照片在网上被转发 立即是牵动了不少网友的心 这两只小猫咪到底是怎么样会遭遇到这样的近况 我们的记者今天也去看过 的确让人非常的痛心和揪心 同时我们也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下面的画面有可能会引发大家的不安 您还是选择收看 满身油漆泛红的皮肤虚弱的叫声 这两只幼猫的情况堪忧 这两只幼猫是马先生夫妇前满在广州白云区同德乡的路边发现的 他们说当时的情况惨不忍睹 两只猫扔在路上没人管 然后一直在那叫 当时一打开里面全是油漆 拿回家以后发现它跟箱子都站在一起 这一只它的脸已经都看不清了 就是整个连鼻子呀那些地方全都是那个油漆 眼见两只幼猫已经远远一息 马先生想将两只猫送往医院治疗 但没有宠物医院肯接收 马先生夫妇只好自己动手揪猫咪 他们在网上求救 网友们也纷纷出谋划策 剪刀汽油橄榄油刀片 可以想到的方法他们通通用上 八方支援嘛大家都在想招 然后按照大家的方法一点一点的试了一下 然后一点一点给它把那个油漆都抠出来 然后剪掉 然后剪掉以后它慢慢现在呼吸 就是当时呼吸可以已经正常了 经过努力 两只幼猫坚强的撑了一天又一天 马太太说 两只小猫简直就是励志猫 虽然两只猫身上的油漆部分已经去除 但由于年幼体虚情况仍不容乐观 但幸运的是今天终于由宠物医院肯伸出援手 这个就不停在叫 这个不叫 这个不叫说明它已经太弱了 情况的话 现在小猫来说 应该生命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威胁 只要它能够吃进去东西 应该还是可以活下来的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暂时 把它身上或者脚上的油漆给它处理一下 根据医生检查 两只幼猫都是一月月大的雌性 但营养不良比较虚弱 看起来可能是流浪猫 由于两只幼猫身上的油漆 沾黏的还是比较严重 所以医生只能用剪刀和剃毛器 小心地去除油漆 但由于沾黏面积比较大 清理油漆时 幼猫不断叫唤令人揪心 有关注两只幼猫的民间流浪猫救助组织 也到场帮手 义工表示 像两只幼猫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 不知道是它不小心跌入油漆筒 还是有人为去伤害它们 因为正常来说 那些猫是不会说有这样的环境 被它碰到那么多油漆的 但所幸的是 经过清理和喂食 两只小猫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医生表示 只要细心照顾 两只猫仔可以痊愈 而马先生夫妇也表示 他们会对两只小猫负责 继续照顾它们 但到底是谁这么缺德 把小猫整成这样 目前还是个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